大家好,歡迎各位來到我的頻道,我是Chris 今天就來講一下這副新的眼鏡 我在上個星期上網買的就昨天送到過來 就是一副Oki的運動眼鏡 其實這個牌子是不是讀Oki的? 我聽過別人讀是讀Oki的 不過我聽得比較多是讀Oki,所以我都跟著Oki這樣讀 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已經拿出來了 就是這樣,其實我的眼鏡在這裡 我這一副就是2019年的橫髮黃色版本 2018年也推出過一副 之後2019年又推出了衣服 今年2020年暫時還未推出 因為橫髮還未開始,我就買了衣服 本來我打算買2018年那一款 但看來我覺得2019年就比較好看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副 價錢就是1320元 那它包上的東西就有這個盒 一個眼鏡盒,它裡面附帶一個鼻膠 還有這個眼鏡框,它的一塊鏡片 還有本身它這裡都有個鼻膠 之後就沒有了,只有這麼多 那我買一副新的眼鏡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打算買一副給我眼袖的時候拿來用 我現在眼袖出車就出多了 我以前就只是出夜車的,現在就出了眼袖 那眼袖我平時戴透明的運動眼鏡 那眼睛真的太陽射下來,眼睛真的快慢了 然後我就買了這副的眼鏡框 有這副的鏡片,可以在下午的情況下用 但是這樣呢,是還沒夠的 因為我有近視嘛,所以我就 再另外買了一件東西,就是 這個是Cemano出的一個 嘩,頭髮刺眼了 Cemano出的鏡框 反轉了,是這樣才對的 那這個鏡框就是給一些近視的人 軟視的人,總之你的眼睛是有視的人 就可以讓你買來,裝在一副眼鏡框上 但是並不是說所有的鏡框都安裝到的 它指定某幾副鏡框才安裝到 那這個呢,就可以對應下來這裡這樣安裝上去的 安裝上去呢,那就可以 就算我有近視,也可以在下午的情況下 享受不會被太陽直射眼睛 看一下,OK了 這樣安裝上去,把它的骨位移上來這裡 然後呢,再把鼻膠向下吞 這樣就OK了 可以移一移,對正的位置 其實這樣看是比透明白色的鏡框 就是最常見的那一隻 這隻呢,我覺得是比較好看的 它的樣子有點像金視眼鏡的那一種類型 很輕的,沒什麼重量的 戴了之後就是這樣的 不過如果真的硬碰到厲害 其實那些眼睫毛呢 都是會鋪到那個鏡片的 也要移出一點點 不要以為太貼這樣,這樣就鋪不到 但是如果移到很貼的話就會鋪到 要這樣,這樣就差不多了 它鏡片上面呢,還印有一個橫法的logo在這裡 印了在這裡,這個我也猜不到有 這個不錯,這個不錯 不過我這副算是中間的價錢 它這個系列有些是便宜一點 有些是再貴一點的 便宜的那些是一千塊都不用的 有些是八百幾塊,九百幾塊 已經有一副,要看是什麼顏色 會不會是什麼特別版 如果是特別版,例如我這副就會貴多一點點 它是2019年橫法 它是這樣的一個配色 所以就會貴一點點 當然還有一些我看到是再貴一點的 那些就更加特別的 一些顏色的色款 那今天這段片都差不多了 簡簡單單看我講一下新的裝備 那就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又下條片再見了 分享一下 我們來聊聊 我們來聊聊聊